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广东南兰在半决赛中也是2-0,横扫山东南兰晋级。上赛季的总决赛,赶巧也是辽宁南兰vs广东南兰。这两队再度会失,必然会引发热议。回到辽宁vs浙江这场比赛中来,上半场辽宁南兰全队27次罚球,而浙江只有9次。 刘维伟教练多次发怒申诉,浙江的教练组也多次向裁判提出抗议,因为梅奥有些动作,明显是刻意去制造犯规。但申诉都失败了,辽宁凭借着巨大的罚球优势,上半场领先浙江7分。 不过浙江南兰的核心无钱,半场11中,6拿下15分8助攻,已经力压郭爱伦5中2拿下,7分4助攻25。 当然无钱也累啊,上半场无钱只休息了两分钟,郭爱伦上半场只打了15分钟,辽宁这边后场有梅奥、赵继伟、福格帮郭爱伦分忧。 可浙江这边后场只有无钱一个点有投射家、组织家、持球攻的能力,所以辽宁从账面上是明显占优的。 其次,两队的内线也不在一个档次,韩德军半场14分钟6中6轰下15分3篮板,一概冒高光无限。 进入下半场裁判的哨子还是很平凡,不过浙江的罚球也起来了,不像上半场差距在3倍。 第三节浙江能追3分跟罚球也有一定的关系,不过朱聚航在第三节吞下6个犯规,对浙江进攻端打击较大。 好在兰兹伯格第三节,单节13分挺身而出,帮助吴钱分忧。 末节浙江继续追分,吴钱末节11分,一助攻兰兹伯格7分2助攻。 陆文博5分,吴钱在中场前24秒强投3分命中,将比分追至2分,但福格两罚一中,还拼下前场篮板。 这个篮板球,直接宣告了浙江南篮,这轮系列赛的失利。 若浙江能保护下后场篮板,还有扳平的机会。 最终吴钱29分,11助攻2篮板,鼓励回天。 吴钱这场比赛的表现,无愧是本赛季的常规赛MVP。 他比郭艾伦,十中4拿下15分,6助攻出2太多了。 只不过辽兰这边,有太多的帮手。 福格26分,11篮板。 韩德军,23分5篮板。 赵继伟,15分13助攻。 梅奥15分,富豪12分5篮板。 文言小白,And。 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